我們要...這個線非常的多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 圓是90 半徑為90 放大一點 以這個圓為中心 其他的部分都是以這個圓做為延伸出來的 比如說包括什麼呢? 第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個線段 你會發現這個線段到這兩個線段 是由這個圓 所偏移出來的 那它左右的距離 就是30 那你會想說30的話 左右是平均的 所以各一半 那就是15 那這邊這兩個 這兩個弧有沒有 跟對面這兩個弧是一樣的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弧到這兩個弧呢 它以這個為中心的話呢 那它 左右各10 所以是20 那這個弧跟這個弧呢 對面也會有一個 另外呢上面的部分呢 這邊加起來是10 也就是說 左右各5嘛 另外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這個角度部分 角度的話呢 每一個角度都是三 就是三等分的意思 180度分成三邊 那也就是說這邊 這邊左右偏於10 左右偏於15 左右偏於5 那如果你今天要畫出這樣的線段 該怎麼做呢? 第一個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畫一個圓 那這個圓就90 90 接下來 因為我要知道說它的分界在哪裡 那這個地方 當然最簡單的方式 我用極座標好了 極座標呢 角度的部分呢 我用60 那如果沒有60的話 你直接直接打60就好 60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在畫線段的時候呢 直接它就會 第一個是水平線 我們給它 然後再來的話呢 按空白鍵 再按空白鍵一次 水平線給它 然後再按空白鍵 以中心點 這邊就會有60 一個60的一個角度 自動會出來 60 可以長一點 因為要偏移 要剛剛好 可以 一定要比原來的線段長 那這邊的話呢 就120 這樣子 好了 以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先完成這一邊 先由大到小好了 所以我先偏移 偏移多少 15 然後左偏 右偏 那我只要留哪一個線段呢? 這個線段就好 其實下面的部分先不要管 為什麼? 我等一下用環形正列就好了 或者用旋轉也可以 複製也可以